電快倒了應該怎麼辦 今天想要分享我自己的個人故事 以及透過四個步驟拯救快倒的電 哈囉大家好我是威力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電快倒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辦 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的 右邊這間是我的店 而左邊是之前的一間排隊名店 當隔壁有排隊名店的時候 鄉型建築其實非常容易被比較 包含到了比產品啊 比環境比服務等等 特別又是你們剛好賣同一個產品的時候 這個故事發生在我剛創業時候 那時候我們店裡的生意非常的差 基本上每天都過著員工比客人多的生活 而隔壁剛好是當時的一間 連鎖排隊名店 所以說客人很常隔壁的後衛 會多到溢出來 溢到我們店門口 因為客人都一定會坐在所謂後衛區等待席 那當旁邊的店他沒有辦法容納這麼多人後衛之後 客人就會跑到我們店前面去坐 坐在那裡等著隔壁的位置 那通常我自己碰到這種情境 我都會請我們的同仁一樣直接送水出去 然後當客人拿到水可能就會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是要等隔壁的 但是我的目的是希望說 不管他今天是不是要來吃我們的 沒關係我都給他留下一個好的印象 說不定哪天有機會他可以選擇我們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有一次客人也是推開門進來 然後他那天的情緒狀況就非常不好 然後我就問他說 欸你好小姐請問幾位啊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要不是隔壁沒有位置 我才不想要來你這間店吃 其實當下聽到的我打擊是蠻大的 我心裡會覺得 欸我真的有這麼差嗎 我真的有這麼厚補嗎 感覺是厚補的厚補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問題嘛 這就是危機嘛 很多人說危機就是轉機 為什麼 因為只要解決了問題之後 我們就可以變得更好 那今天我也會分享四個關鍵步驟 來拯救你我快導的店 這四個步驟主要是我去分析 所有能夠轉虧為銀的企業家 或者是經營者一定會執行的四個步驟 分別是用心 分析創新以及行銷 針對用心的部分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避免問題被擴大 那通常的做法就是 可能去創立一個SOP啊 去確保每個人的品質穩定度是一樣 我覺得核心的關鍵在於 把每一件你所知所聞所會的事情 全部做到極限 也就是100% 只要能做到100 絕不做到99% 因為在第一個階段 你還是賠錢的嘛 如果你在賠錢的階段 還不竭盡所能的去做 去嘗試 或者去維持的話 那你賠錢只是應該而已 那針對分析的部分 我們可以先從自己內部的 報表分析開始 包含到所謂的新舊課占比啊 銷售排行啊 或者是客數產品等等的 這些都是所謂內部的資訊 新舊課占比我們就可以知道 到底是新課不來 還是首課不來 那策略可能就不同 那銷售排行的部分 去對應我們的產品策略 我們每個產品策略 一定會有所謂的主銷、負銷、行銷、利潤等等 那你要看所謂的點擊落點 有沒有落點在你本來的策略裡面 以一個最簡單的概念就是 每一個新來的客人 我們一定要他點走 也就是我們的招牌產品 所以很多的發生到菜單的設計 上面一定會有所謂的主廚推薦 或者是老闆推薦 目的就是希望 新來的客人 一定吃到我們店產品最有把握的地方 因為他吃到了 可以大大提升他的回客率嘛 這樣店才能長久經營下去 那針對所謂的客宿產品 這就是最直接嘛 就是你的問題到底來源有哪些 如果說你沒有做這件事情 那可能很多客人的聲音你都聽不到 尤其在剛開始創業階段 這件事情一定要做 因為絕大多數的客人 90%以上的人 並不會把問題分享出來 大家可以在下方做一個留言 如果你自己在外面 可能碰到不好的產品服務 你會願意提出來嗎 會的打1 不會的打2 我個人是不會啦 因為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我相信非常多人都是這樣子 而市場分析的部分 指的意思就是 好壞是比較出來的 而要讓自己更好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找到現在比自己好的對手 然後超越他 那你可以針對對手的產品 服務或者是環境去做分析 如果說你找到對手 他有跟你相似的產品 但他的聲音比你好 你可以去吃吃看 為什麼他聲音比你好 一定有他的道理在 而你要做到的就是 找出他比你好的那個點 然後試著跟他一樣 再來就是超越他 接下來一步一步的 你就有可能讓你自己的門市經營 持續的生意越來越好 針對創新的部分 主要是針對你自己的販售產品 因為我們在前面的階段 其實我們都還沒有把問題給解決 第一階段我們是避免問題擴大 第二階段我們是找出問題 那第三階段我們真正要做到 所謂的解決問題嘛 那可以去做兩個方向的調整 第一個是優化 第二個是創新 優化的部分就是你現有的內容 去做重新的調整 因為你已經有一個好壞的比較值 你知道市場上的樣貌 以及輪廓是長怎樣 那你就知道你自己 跟對方有哪些差距 你要先拉近這個差距 所以直接去針對現有 不管是產品服務環境去做優化 那如果說這些內容 通通都是你本來沒有的項目的話 那你就要去做所謂的創造 創造的部分你可以去 去研發新的產品 或者是去調整你的環境 以我自己為例 我在那個階段 就是把我自己的擺盤去做調整 把我的製作流程 我雞腿可能本來是用炸的 把它變成用烤的 我的麵包可能本來是便宜的5塊錢 我可能把它換成一片10幾20塊的 讓顧客能夠直接感受到 你產品上的調整 這一步驟其實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 所有連鎖非常久的公司 或者是品牌 比如說麥當勞 麥當勞他可能一個月甚至是一季 他一定會持續不斷的推陳出新 因為這樣做除了能夠讓消費者保持新鮮以外 也能夠維持自己的品牌競爭力 那接下來就要去做行銷自己 因為當你的問題已經避免擴大 分析出問題 解決問題之後 接下來最後階段 你就要驗證問題是否真正被解決 那你就要去做曝光 可能讓更多人知道 喔你不一樣了 或者是讓更多人知道 喔原來有這一間店 因為我自己在經營 經營蠻長一段時間都可以發現 其實還是有很多客人 並不知道我們 也就是滲透率 並沒有我們想像的來的這麼高 如果說你是一間新店 本身聲音就不好 大概你的滲透率 其實不到整個市場的5% 所以其實你還有95%的空間 可以去做努力以及改進 還有非常多人並不知道你 而這些不知道你的人 只要來你這裡 吃到你的產品 或者是買到你的東西 他認為是好的 OK 那等於你的問題驗證後 就是被解決嘛 接下來只要把這個客人 通過熟客經營的5個流程 不斷往上堆疊 讓他變成你的品牌擁護者 那你的整個產品 事業就可以逐步的轉虧為盈 那回到我自己的故事啊 通過用心分析創新行銷等等 我的店就從所謂的月銀二十七萬 一直到隔年直接破百 這樣子一個家機轉虧為盈嘛 那本來 隔壁有排隊的人 慢慢就變成 兩邊都有排隊的人 而我也在那個階段去開了新的分店啊 然後去創立了新的品牌 並且持續堅持這四個步驟 但我想要承接這間店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他的頂浪是蠻優惠的 技術轉移啊 然後部分的同仁也願意一起留下來繼續奮鬥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不錯的金額 然後也是能夠為未來創造獲利的 那再來就是 這邊的市場他也是持續的在擴增 最簡單就有個比較子就是 我自己隔壁的店 業績 一直到近幾週 都還是在創所謂的歷史新高的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 有新的技術導入 因為把這間店承接起來 我們能夠有所謂的烘焙的部門啊 不管是烘焙麵包啊 烘焙甜點的 那再來就是 也能夠為我自己的團隊 提供更多的物態 能夠讓他們去發光發熱 也是我前部影片所提到的 破局思維嘛 那總結一下 今天跟大家分享 電快導的應該怎麼辦的 關鍵四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評管 我們要去做到 避免問題的擴大 而第二個就是所謂的分析 我們要找出問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創新 我們要解決問題的成因 而第四個就是 行銷 我們要去確認我們的問題是否真正被解決 那這個故事帶給我自己的啟發就是 經營或者是創業 它並不是一場所謂的短跑衝刺賽 而是一場馬拉松式的戰役 需要不斷的調整自己 並且保持從起點到終點都一樣的初心 成功的道路並不擁擠 因為堅持下去的人不多 如果說你目前在創業 一樣面臨我當時候的狀態 公司可能是虧錢的 或者是面臨到非常巨大的市場挑戰 你要保持這四個關鍵的步驟 並且不斷的堅持下去 一定有可能轉虧為銀 翻倒身旁的大金魚 就像是我創立了這個新的品牌 多出點 我就想要告訴自己 出心多一點 出心就少一點 希望今天的故事能夠帶給您啟發 我們主打的產品是BRUNCH 還有手作的MINI吐司 那我把資訊放在下方的連結欄 希望大家都可以前來品嘗 最近我都會在這裡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按讚FZ 追蹤IG 我是Wii直銀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待會兒